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花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塞杯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杯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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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国 不是答应奴婢要做贵妃吗 怎么把奴婢抬到这儿来了 这 这梅雾比皇宫是好多了 梅雾是人间天堂啊 梅雾虽好 可是相国 相国毕竟不是天子 你既然已经答应了奴婢 就不该失言的 相国啊 咱家跟你说实话吧 那天子是什么呀 天子就是咱们养的一个掌上之物 屠有虚名 咱家是谁呀 咱家是尚父 尚父是什么你知道吗 尚父 他是天子的主子 是天子的爹 兴根啊 你 一起伺候那个头有虚名的天子 倒不如伺候伺候 天子的爹 你 你弄疼我了 好好好 也弄疼你了 伙伴啊 我我我 我向你赔罪呀 你听我说 以后 你就住在这儿 咱家 要让你想尽天下之乐 咱家要把天下所有的珍奇宝物 全都送给你 没事儿呢 你给我唱个小曲 嗯 嗯 不知相国想听什么曲子 呃我最爱听那个那个 那个叫 暖玉温香 抱满怀 离魂到天外 这句啊 我是最爱听了 罗宾 这就去卸妆更衣准备 更衣 更衣好 更衣更衣好 不过你可要快得点啊 咱家等着你 是 来人哪 在 伺候小姐更衣 诺 在 求你为大汉献身啊 心肝宝贝啊 快点啊 咱们都等不及了 来了 将军 为何独坐在此 此刻上朝也太早了吧 我不是上朝 我想见貂蝉 见貂蝉干吗坐这儿啊 这儿 离貂蝉近一些 恕老夫直言 貂蝉根本就不在皇宫里 那他在哪儿 将军 你还不知道啊 昨夜初更时分 貂蝉就被抬进了梅雾 伺候相国大人去了 什么 梅雾 老夫担心哪 担心什么 快说你担心什么 老夫担心的是 既然貂蝉被抬进了梅雾 恐怕就伤了相国他 疯他押床了 不 我不信 我万万不信 相国他亲口跟我说过 貂蝉 貂蝉他 是给天子 做贵妃的 相国不但跟将军这么说过 跟百官也是这么说的 否则的话 相国怎么能够堂堂正正的 把貂蝉抬走呢 这事儿让人万难相信 哎 不过刚才我碰上了内庭侍奉 他亲口跟我说 昨天夜里就是他 亲手提着灯笼 把貂蝉做的公教 引入梅雾的 这 亲手 用着这个老亲手 哎 小女 本该是将军的爱气 可相国 却借着天子的名义 强占了将军的爱气 这种事儿 也确实净乎禽兽 万一传扬出去 相国自然不在意 可将军你怎么做人呢 哎 将军你要干什么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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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再躺一会儿 来呀 相国 你这 相国 你应该早朝了 你看看你 我都不急 你急什么呢 来来来来 再躺一会儿 我 我去梳妆 梳妆 梳妆好啊 梳妆好啊 我 哇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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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我离不开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快走啊 不 我要带你走 冯仙 冯仙 干什么 我 我俩请相国上朝 这样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展且到宫外等候 记住 今后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到我的寝宫来 不许到宫外 不许到家 他 他 凤谢 凤谢 为何如此惊慌啊 不急 慢慢说 想过他 霸占了貂蝉 那貂蝉与你有什么关系 在下 早就和貂蝉定情 相约白头捣牢 生死于共 可义父 义父他却以 给天子丽妃为名 把貂蝉 借到梅雾来了 凤仙哪 凤仙 你已经贵为公侯了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区区一个貂蝉指什么 何至于此 伤感哪 不 他是我的命根子 我离不开他 凤仙哪 恕我斗胆问一句 如果你得不到貂蝉 你将会怎样 我绝不甘休 好 臣斗胆见言 还是把那貂蝉赏还给吕布吧 此刻天下未定 相国仍需将士用命 相国欲夺天下的话 必须笼络住吕布 让他驰骋将场 功成拔寨 只有这样 相国才能 成就大业呀 吕布啊 他要什么 咱家都可以给他 唯独这个貂蝉 你要知道 貂蝉是人间极品 咱家舍不得 请相国斟酌 万一吕布怒而被返 甚至投奔袁绍 与我们为敌的话 那可就大事去业呀 我是吕布的义父 我对他不薄 他对我也是忠心耿耿 他怎会因此女而背我呀 敢问相国 丁元是怎么死的 相国你只用了一匹赤兔马 就收得吕布前来归顺 不但如此 吕布居然为了这匹赤兔马 竟亲手杀了自己的义父丁元 那么现在 吕布为了貂蝉 又会做出何等事来 貂蝉与赤兔马相比 从就算太vid了 鼠众众众众众 大叶与一个粉凳有物相比 何者当娶 何者当 malaria 一一二 调缠哪 你可真是个仙人啊 咱家世越看越爱看 来来来来 宝贝 来来来 心肝啊 来来来 咱家今天跟你说个事 相国请讲 吕布想要你 谁说吕布是我的义子 又是天下第一武夫 我思来想去啊 既然他对你是这样的 放心不下 我就成人之美 把你赏给他 你们两个在一起 不但是郎才女貌 也是情投意合呀 将来定然是 如鱼得水 如娇似琪 你说是不是 你 你怎么了 相国 奴婢没做错什么吧 昨天相国还对奴婢宠爱有加 可是今天却要将奴婢转送给别人 奴婢 奴婢还不如相国 喜欢的一个物价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这说的什么话 奴婢 我就是想提出来和你商量商量嘛 本以为相国是真心对奴婢好 奴婢也愿意侍奉相国一辈子 可是 可是相国 却要将奴婢转送给一个下人 相国 你还是赐奴婢一死吧 以免侮辱了相国之尊 我这心肝啊 你 你看 我呀 我跟你说吧 其实我也是 从心里头不愿意放你走啊 真的 我舍不得你呀 来来来来 来 哎 宝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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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啊 咱家还想跟你啊 嗯 白头到老富贵终生 相国骗人 我怎么能骗你呢 嗯 既然如此 为何要将我许配给吕将军 那 莫不是 莫不是你怕他不成 哎 我 我怕他 他是我干儿子 既然不怕 既然不怕 还要将我许配给他 当今天下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连天子都要敬让你三分 可是你 连自己的爱妾都留不住 这儿是传出去了 外面的人 会怎么想你 你起不成了 成了宫庆大臣的笑饼 对 说得对 哎呀 咱家糊涂了 啊 你放心 咱家 绝不把你让给别人 咱家和你 永不分离 嗯 呵呵呵 相国 到时辰该上朝了 上朝 这 好 上朝 上朝 相国复朝 众军护驾 义父 奉献 随义父走走 是 奉献 义父 带你如何呀 义父带我情义深重 恩同再造 记着 咱家早晚要改朝换代 祭大卫 那个时候咱家定和你共享天下 还有咱家妻下无子 你就是我的亲儿子 咱家继位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立你为太子 咱家百年之后 天下就是你的 大卫就是你的 你 谢义父 来 咱们父子俩 你说你谢什么谢呀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对了 在继位之前 咱家得抬举台军 比如说朝廷中大将军这个位置 一直是空缺带补 咱家早就有益于你 但是恐怕西梁军重将不服 特别是李决郭司二将 他们说你年轻气生 不堪大任 都要和你 争这个大将军的位置啊 末将不敢相承 咱家决定 拜你为朝廷的大将军 通关天下所有兵马 谢义父大恩 吕不肝脑涂地 难以回报 快起来快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义父 你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禀相国 冀州牧韩妇近日与袁绍交恶 他上表朝廷 要求天子下诏讨贼 好啊 那就赐他一诏 卓他奉赵剿灭袁绍 他如是胜了 咱家就再赐他 再赐他三郡之地 臣遵命 上月以来 上月以来 曹操在青眼二洲 连续剿灭了五鹿黄金乱军 得 降族二十余万 号称青州兵 声势 意大呀 哎呀呀呀 这个曹阿满 是夜发了得了 咱家得想法子收拢他才好啊 臣还有一事 爱卿只管说 自开春以来 中原一直大旱 近日几个州已经是一子相识了 好几个州郡 都 上书 都要求朝廷 剥粮相敬 哎呀 咱家的粮食还不够吃呢 哪里有粮食给他们呢 那朝廷要是不剥 做事不顾的话 恐怕要有几十万灾民丧生 这你怕什么呢 这千百年来 这七灾八难的 不是也都没断过吗 可是怎么着了 这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 人是越来越多了 牵手百姓 见着呢 启奏相国 百姓的口粮虽然可以不管 但是谷种 必须要予以相继啊 否则 明年春天 粮农们没有谷种播种 则是全年无收 朝廷的税负也就断了 那谷种哪儿去了 那谷种都哪儿去了 炎炎炎一息的鸡鸣 什么都会吃啊 谁叫他把谷种都给吃了呀 真是鸡不得食 臣斗胆齐奏相国 每物囤有百万弹粮草 足够二十年使用 请相国为天下百姓着想 播出十分之一 以供粮农做谷种 等到明年秋收以后 令他们加倍偿还 那你等会儿 等 等 等 谁说我们梅屋里头 存着百万弹粮草啊 谁说的 春叔胡说八道 没有 没有 好 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奉仙吗 他是朝廷的大将军 他应该知道详情啊 是不是 奉仙 奉仙哪儿去了 吕布哪儿去了 吕布哪儿Ja 将军 相国拆我前来 闪开 诺 刘传 将军 将军 貂蝉 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 将军 貂蝉 貂蝉姨君 将军 貂蝉之所以 人容头生地活着 就是为了见将军最后一面 今天 貂蝉终于见着将军你了 貂蝉的心愿一了 好 就让貂蝉 来生再侍奉将军吧 你不能死 让你死了 我怎么活 如果不能和将军在一起 貂蝉活着 又有什么意思呢 将军 就 就让貂蝉死了吧 不 我要与你 东升公司 貂蝉 我一定会把你夺回来的 将军说的 是真的吗 真的 请让我 慢慢想办法 吕布可曾来过 禀相国 吕将军刚进去不久 将军 如果我们可以永远都这样 该多好啊 你 逆子 你 逆子 你竟敢瞟戏咱家小妾 你 我饶不了你 你这个逆子 你 逆子 我饶不了你 你 逆子 逆子 你 逆子 我 走 走 被军之贼 被军之贼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 你 你 你 奴婢正在关于 突然 突然吕将军出现 奴婢多善不及 将军 将军抱着奴婢就是不放 相国 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 吕布忤逆 无耻之痛 咱家 一定饶不了他 让你受惊了 奴婢当时只想偷护自己 以免辱没了相国之身 可是雷将军 把奴婢死死地抱住 幸亏相国 竟是赶到 幸亏 咱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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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给你做主 我一定饶不了那丝 不哭 咱不怕 臣王允拜见相国 王允哪 你都知道了吗 臣刚才见吕布匆匆忙忙奔命 老夫也就猜测出一二了 吕布忤逆 这无情之徒 竟然干出这种卑鄙无恥的勾当来 我呀 要把他正法 相国 老臣敢请相国进一步说话 怎么着 老臣琢磨着 事情既然已经做下了 吕布当然是罪不可赦 但吕布是相国的义子爱将 凤怡婷之事 如果传扬出去 这必然百官废然天下失效 也大损相国的威严哪 再者说 吕布 英勇无双 足堪大任 如斩了吕布 就如同自断臂膀 因小失大呀 那你说怎么办 与其至吕布之罪 不如赐他一条生路 化祸为福 怎么个化祸为福 相国顺水推舟 将小女貂蝉赐给他 什么 你 把小女貂蝉赐给他 以安其心 这样以后吕布必然感恩戴德 生生死死终于相国 如是皆大欢喜 王司徒 不 你 这个事咱家也想过 可是咱家也同意了 那艾姬不同意啊 臣是貂蝉的义父 臣可令他从命 也罢了 你去和他说说实实 遵命 小女拜见义父 死丫头 看你给相国惹下多少麻烦 给相国父子之间 惹下多少误会 听着即刻更衣 随老父离去 义父 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带你 到吕布将军处 谢罪 从今往后啊 你就伺候吕将军吧 你个死丫头 你听见没有 我是你父 你敢违抗父命吗 义父 义父 我不去 你放肆 相国 我们来生再见吧 貂蝉 貂蝉呢 我的心肝啊 你怎么能这样 貂蝉呢 相国 相国啊 不用管她 让她死好了 这种无情无义 无忠无孝的死丫头 留她何用 狗狗 都是你 你是想害死咱们艾基啊 相国 老城可是处处为相国着想 滚 相国 滚 再不跟我批了你 是是是 太医 太医 我的心肝啊 笑 咱们 我 有 大梦放 江绝山川依旧 孤战长上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情不能收 渐点平生之微愁 青梅珠酒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谁是地首 烈火飞舟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药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失去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与天地同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